9号贝纳里克不复工 这队篮网直接得分 应该说日本女排在上届国家队的时候 就在北京奥运会之前 他们完成了球队的改造 也在这种主力阵容当中 也能够用上更多的高大一些的球员 而且尽管像他主攻卫身上的人 各自都选择更高的这种选手 但是依然要求他们能够接好遗传 当然日本队一直他们的接影是可以接遗传的 在比赛当中他们是除了自由人之外 阵容里面还有三个人可以接遗传 而且日本队也在目前的进攻当中 他在最近的这两三年 在亚洲球队里面是比较早的把复工 融进了自己的进攻体系 其实我觉得上届国家队 日本的国家队还是非常成功的 健康健康健康的高砂 105人 away 107人禮� posit 的 这是瑞士精英赛上 从阵容来看 日本和巴西应该是 这球还是彩线 日本和巴西应该是 和奥运会相比阵容变化最小的队伍 好球 打了很坚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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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比7波兰队领先 这局的第一次击乎三停 打了很坚决 打了很坚决 双方的比赛继续就行 打了很坚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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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-10 古巴队的主教练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